你 别跑 让你站住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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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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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 我的妈妈 怎么样 没事吧 现在你放松 放松 我的肚子 深呼吸 保安大哥 我们送这位小姐去医务室检查一下 麻烦你快去弄一个轮椅来 好 谢谢 不要紧张 没事的啊 没事的 深呼吸 没事的 一定要全身心地放松 我们马上就去医务室 爸爸 坚持一下 我的爸爸 医生 怎么样 胎儿状况良好 没有大碍 应该可以搭乘航班 太好了 我害怕 我不想自己坐飞机 别怕 医生说没事的 小宝贝很安全 小妹妹 你可以陪我吗 我 求你了 陪我上飞机 你的机票我来出 好吧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 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请您对照手中登机牌上的号码 对号入座 您的座位号为 行李夹偏诊 以下方 大件物品 请存放在行李架上 水果及小件物品 请您放在前排座以下方 在您安放行李的同时 请您测身 以兵其他旅客顺利诊 听到了吗 刚才那个声音是我认识的一个姐姐说的 她的声音多好听啊 我以后要是当上了空巢 我也要跟她一样 各位先生们 各位女士们 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谢谢 这个 是靠在这里吗 你第一次坐飞机啊 嗯 哎呀 你放心好了 虽然我是第一次坐飞机 但我一定会 安全地把你送到 首都国际机场的 我有点担心 刚刚 真的不会影响到宝宝吗 你放心好了 医生不是说了吗 你和宝宝都没有事 而且 你们俩还一样坚强 来 这个 这个给你和宝宝奖 奖励你们的 谢谢你 多亏遇到你 我才能平安回去 我看 你刚才抓小偷 好像学过功夫 嗯 我以前 在跆拳道馆打过功 所以 会那么一丢丢 真不错 宝宝 你知道吗 就是这位姐姐救了你 小宝宝 姐姐也是因为你 才第一次坐上飞机 还是头等舱呢 姐姐托你的福了 好 谢谢啦 这土老猫运气真好 竟然捡了回便宜 做头等舱 晓晓 说话不要这么刻薄 我觉得这个爱美丽很勇敢 人家遇到困难挺身而出 换了你 你敢吗 我觉得这个孩子 是个好料 花椒大料猪丝料全是料 我可没看出它是什么好料 报告杨机长 那个孕妇的情绪已经好多了 你们辛苦了 给你们记忆过 我们不辛苦 是那个叫爱美丽的女孩 辛苦了 她在地面上制服了小偷 而且还把孕妇送上了飞机呢 康康姐 你刚才说爱美丽 确定吗 确定啊 这个女孩我认识 人很好 而且很踏实 那就找我出去了 好的 爱美丽 可春类 uploaded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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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 制服小偷的人真的是一样 还要帮助孕妇的人 是我呀 这关你什么事 什么叫关我什么事 我开的飞机 你开的飞机 对啊 真没想到 你居然能抓住小偷 我抓小偷怎么了 少在门缝里看我 好 好 别说你认输啊 哎呦我还不想认识你呢 耻辱 回家 康慧姐 爱美丽啊 好 今天真是要谢谢你 要不是你啊 我们的航班一定会晚点的 这没什么 反正啊 我还免费坐了一趟飞机呢 给 什么 你的返程机票啊 难道你想滞留在这里啊 我当然不想了 我还要回去工作呢 嗯 好了 那我先走了 谢谢康慧姐 嗯 这简直太享受了 一个人做头疼仓 嗯 啊 小勇哥 你可来了 陪我待一会儿来 我不吃 我要上班呢 上班 我可跟你说啊 这公司对你可真够不错 让你一个人想要偷偷地待个 好好表现 听话 放心吧 小勇 干嘛呢 外面那么忙 你还有功夫聊天啊 好 我先去啊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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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不容易上了真飞机 我要来个模仿机 让我帮帮你吧 不用了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我就当学习学习了 小姐 玩笑开够了 就麻烦你回到座位上 好吗 不用跟我客气 我帮你吧 不用 真的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你干吗 你别这样了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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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 你倒什么乱呢 我怎么了 烫到了 回去坐着去 回去啊 回去坐着 没事了吧 小勇 不是我说你 你你的条件 怎么会跟这样一个清洁工在一起啊 又没素质 又没修养 又没素质 又没修养 你到底看上他哪点了 其实 美丽他人挺不错的 我还真没看出来 再说了 就算人好又能怎么样 人好是能当饭吃 还是能当钱花呀 对不起 对不起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听我的 听我的 赶紧让那个老外把合约给签了 各位旅客 飞机正在划行 好好好 千万别让他变卦啊 将所有电子通讯产品全部关闭 先生 谢谢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请您关掉手机 谢谢您配合我们的工作 你告诉他 这货款我早就准备好了 带着呢 一水的美金 齐活 先生 请您关掉手机 谢谢您配合我们的工作 好了好了 不说了 一会儿见 你一定要来气场接我 好嘞 先生 谢谢您 请记好您的安全带 请请您 我说你小公那可真是的 你催什么催啊 知不知道 我这可是一笔大生意 知道有多大吗 说出来吓死你 瞧瞧我手上带也没接着了吗 这可是缅甸的极品翡翠 只是这个数 九万九 小六位数呢 开玩笑呢 你催催催催催 好了 回去睡会儿 三十分钟以后 我要杯红茶 退下吧 好的 您好 请记好您的安全带 天儿给你 人家给名字你去的 我不去哪儿好烦 你闲盘我不闲盘呢 给 你去 行 我去 只是某人的秘密 可就全世界人都知道了 好 我去 四座你喝 好 先生 别闹 先生您好 您要的红茶 换了一小姑娘 我说你这小姑娘真是似的 多没眼睛 没看见我正跟这儿 病不养神的吗 怎么做事的 不好意思先生 刚刚您说的是三十分钟 现在刚好三十分钟 不是 你 我茶呢 给您 给我 妈呢你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分明就是你故意的你 先生 真的不好意思 您也知道 刚才飞机上有些故意 造计了吧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再说我刚才 不是给您道歉了吗 道歉就行了 知道我离不多贵吗 你知道吗你 先生 那您说该怎么办吧 怎么办 当然得赔偿了 赔多少 赔多少啊 这也说 喂 赔多少啊 干嘛呢 赔钱呢 不是 不是 五十块 我说的是五百 五百 你以为你在打劫啊 就五十 多的没有了 五十就五十 我现在心情了 不跟你介绍啊 啊 啊 您一起走走吧 真是 你被我这地摊上买的呢 不是外界把我打发了 什么玩意儿啊 先生 其实呢 我家以前是做翡翠生意的 我从小也就耳濡目染 学了那么一点点 我看您带的这款俗称马来翠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假翡翠 我看您不是被骗了 就是 这这这不能够啊 这这怎么可能假的呢 是吧 这我怎么可能戴假的呢 九万九啊 九万九还能是假的 这个土财主 随便吓唬他一下就信了 真是可惜了 我那五十块钱 想开想开想开 破财免财 破财免财